這個就是民進黨 一貫的詐騙 一貫的手法 之前有任何的期間嗎 原本就沒有期間 藍口 胡說八道 原本就沒有期間的限制 請尊重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是 各位好 崔院長好 本席啊 再三的向您提醒 這是過去30年來 民進黨這些先進啊 不斷地要求台灣要民主 要陽光要透明 要反貪腐 讓國會能夠有能 讓政府能夠有效力 能夠連能 所以 過去不管是林卓水 也好 沈富雄也好 還有這麼多的民進黨的先進 在30年前推出 希望能夠有國會聽證 跟調查權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代的民進黨 對自己過去一再堅持的主張 我們表示非常多的遺憾 但是 左院長既然提出了副議案 我們既然還是針對你所提出的 七項 我們主意的來討論 這個就是民進黨行政院所提出的圖卡 沒有實質討論 違反民主原則 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好 本席就在這裡 一一啊 來告訴你 誰投票贊成 誰投票反對 舉手表決誰知道 反而沒有實質討論 好來 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的國會改革修法 總共 在委員會 3月21號委員會專報 4月1號委員會排審 巡達 4月3號 10號 11號三場公聽會 4月15號委員會審查 5月8號委員會草委協商 16號 院會的草委協商 17號院長召集三次草委協商 5月17號 21號 24號 28號 院會主條審查 經過13次的院會 及委員會的審查 及協商 才三讀通過 院長 哪裡有 沒有經過實質討論 哪裡 謝謝副委員提醒 5月17 21 24 28 那四天的院會主條審查 呈現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為國人所詬病的 整個討論的過程 好 謝謝 三場公聽會 到底是誰舉辦 沒有關係 院長齁 這個你要持續堅持 好 那本席就提醒你 13次的院會委員會的討論 才把國會的修法改革 刪讀通過 如果你認為 13次還不算有實質討論 以後民進黨推出的法案 要在本院通過 那我們看要幾次討論 13次都不算有實質的討論 那以後行政院提的法案 我們足以來檢視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再看一下 國務基要費 國務基要費 阿扁除罪話 當時怎麼通過的 這邊宣布啊 派起法90票之一 直接送出委員會 好 這就是民進黨 然後再過來說 再過來說 再過來說 誰贊成 誰反對 舉手投票 誰知道 這是基本常識 2017年2月3號 國會頻道直播 這是民進黨提案的 從那天開始 包括我們現在 都是全國直播 在這裡講什麼做什麼 通通清清楚楚 怎麼會 沒有人知道 院長如果齁 你的國際常識不足的話 本席可以來這邊給你尊尊教誨 歐洲議會 英國議會 聯合國 到現在都是舉手表決 所以沒有什麼叫做舉手表決 誰知道 第二 混淆雙手掌制 不可以質詢總統 好 總統沒有接受立委 質詢的義務 來我們來看一下 影片 我不願意 不要下一步 請慢一點就注意 你也歡迎所有的質詢 所有報告 總之心還是委員會 都是疾問疾答的 勇敢面對所有的問題 又是民進黨的主張 當時為什麼沒有 卓士晉飛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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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民進黨 一貫的詐騙 一貫的手法 就是不適當才沒有通過 無差別 今天你要重新再來一次 聽證範圍過廣 你要回到歷史 你要回到錯誤 我們看這是第幾條 這是立法院之前行事法 修正後46條之二 寫得很清楚 立法院行事職權調查 所有的目的 事項範圍 通通寫得很清楚 在訴訟中 或審判中的 立法院不得行事調查權 範圍界定的非常清楚 這個是案子是誰提的 來我們播放一下 為什麼當時沒有過 就是你認為不適當 46條之二 民進黨版本 無意通過 對不起是通過的 民進黨的版本 過去為什麼沒有過 這是不適當 然後再過來 默示正當法律程序 違反程序正義 請律師拒絕證言 請問一下 卓律師 你是學法律 我請問一下 卓律師拒絕法27條 除非是犯罪嫌疑人 才可以請律師 證人到法院可以請律師嗎 而且來這裡立法院聽證的民眾 都是有涉及 跟政府相關有勾結 立法院立案調查 來這裡作證 作證 怎麼可以帶律師 當然要經過會議組 但是你要科政府人員 可以移送刑法 下一條 而且科人民直接的法法 證人 只要是老百姓 請不要跟他們上過謠言 百姓到立法院的聽證會 他是沒有行責 只有政府官有行責 為保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一點水都不能放 無期限審查人事同意權 說立法院人事同意權 空轉政府 貪犯政府 憲政機關的運作 我們修正的條文 叫做 二十九條修正以後 立法院 修審查期間 人事審查期間 不得少一個月 並於院會表決前十天 擬據審查報告 有什麼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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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規定不得少一個月 這樣會台灣行政院 這樣會台灣行政院 好 你說會放半年 我們看原條文 修正前 立法院依照憲法 一百零四條 徵修條文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不經討論 交全院委員會審查 審查後 出院會 以吳敬平投票表決 今院會委員二分之一 同意為之 之前有任何的期間嗎 原本就沒有期間 修法的 所以 目的只在拉長 聽證的過程而已 無說八道 原本就沒有期間的限制 再過來下一條 跟原意是不相符合的 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可以可以行責 這個完全是詐騙 行政院的詐騙 這一條是刑法一百四十一條 之一哪裡是 立法院的職權行使法 在這裡造謠 我們再次強調 再次強調 這個那個 公務員 在立法院聽證 部長 本席廟請你回答 中華民國憲法 刑法 中華民國刑法一百四十一條之一 公務員在立法院聽證或受質詢時 虛偽陳述者除一年下有請 不是立法院來判 他是從法院來處理 我相信這個結論就是 委員你不是檢察官啊 你是全世界 只有民進黨 這個諮詢不是犯案的諮詢 也不是現在在做調查 哪一個國家的官員 可以偽造文書 可以偽證 免罪的 好 最後一條 藐視國會定義不明 施以擴大立法院權責 所謂反質詢引力資訊 何謂藐藐視國會 來我們播一下 什麼叫藐視國會 主務說要緩攻大陸 道歉他還沒緩攻大陸 所以一定要講這種 不會輸你啦 欸院長你聽懂我的問題嗎 你聽懂我剛才答詢嗎 那這個草幹什麼 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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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了沒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離譜齁 我怕到時候投降的第一個是你 第二個是蔡英文啊 請問這樣子有沒有對委員人聲攻擊 這個可以算不算 花蓮憲議會的 花蓮憲議會的諮詢也很精采嗎 委員花蓮憲議會的諮詢也很精采 卓院長 如果你用這種態度 在立法院 你不但不是大師兄 不但沒有調和鼎賴 你用這種方式 你用這種方式 這是國會 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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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行政院長 如果你的水平 是地方議會議員 你可以這麼做 所以 卓院長 請尊重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是 地方議會議員 請你面對國會 要謙卑 要調和鼎賴 要好好的 把你的職務做好 最後再提醒你 面對國人 我只是一個國人 我只是一般的國人 中華民國總統 按照憲法 來宣誓就職 請不要再推兩國論 不要再推兩國論 不要再推兩國論 請不要超越質詢的範圍